少侠觉得出柜这个词是合理的吗? 因为有些人认为异性恋不用出柜, 那同性恋也不需要。 诶,需不需要看个人啊? 因为没有人要求同性恋出柜, 那是同性恋自己觉得需要出柜才会这么做。 那为什么异性恋不需要出柜呢? 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把自己的性取向藏在柜子里面啊。 因为社会认为异性恋是比较正常的事情, 那正常的事情没有人需要特别解释啊。 那同性恋之前会被认为不正常, 或是不太接受。 所以同性恋会把自己的真正的样子, 性取向藏起来。 那他们可能一直压抑自己的性取向自己的个人特色, 所以他们越来越忧郁, 所以他们可能有一天会觉得我受不了, 我需要跟大家承认我是谁, 这样我才有办法开开心心的轻轻松松的生活。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需要跟朋友或是家人说自己是同性恋。 所以这个是出柜, 所以他们不会再把自己真正的样子藏起来了。 那需要吗? 看他们吧。 我觉得如果他们在柜子里面快乐的话, 那就不需要。 那如果他们在柜子里面不快乐, 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找一些方式打起勇气, 就慢慢地跟朋友探索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。 因为我觉得能自我实现是一个很让人快乐的事情, 如果你一直没办法做自己的话, 你很难快乐啦。 我认为是这样子, 我自己也是这样。 所以如果我一直要压抑自己的真正的样子, 我会很闷。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被自己的家人跟朋友接受。 但我觉得现在同性恋也越来越受肯定, 所以可能很多同性恋已经不觉得需要出柜, 他们可能从小就没有特别假装自己不一样。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第一眼就看得出, 他很明显的是gay。 所以你根本不用解释我们知道了, 没关系, 我们早就接受你了, 所以不用多说。 社会越来越来越来接受这个, 越来越来越把这个当正常的事情, 你就更不需要解释。 所以啊, 这样子应该又会达到你的问题了吧。 好。